这个你到了北京之后 他的朋友都见过吗 没见过 一个都没带你见 他没带我见 为啥 因为我们就是 从深圳那边过来之后 就忙于工作 也没有说太多的钱 我也很少跟朋友说出去 机会要少一些 他的同事你见过吗 见过一个女的 那还是我自己见的 他不是做那保险的吗 经常就出去 把一些展桌啥的 然后经常就睡两个人一组 有一段时间吧 他就往外带两个便当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便当给谁带的呀 然后他说给我搭档啊 然后是一个男孩 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就是有一次吧 他就在我家附近 然后摆那个展桌 然后我就想挺近的 我去瞅一瞅 然后我就看见他 跟一个女生有说有笑的 就是他那所谓的搭档 平时也就是说 他带的那些便当 都是给那女生带的 然后我走前去看 然后那女生呢 就还给他擦汗来着 我当时我可生气 我就过去 我就说那女孩两句 然后他就让我滚 他那根本就不是说 说两句的事 上去就给人家一顿骂 然后我的客户还在身边呢 那你以后让我在公司 怎么做呀 那你骗我在先呀 我承认我当时骗了你这个 但是为什么 因为你脾气那样 你自己也知道 如果我跟他说了 是一个女孩的话 他肯定会跑到公司 然后让领导给我换一个搭档 我脾气以前就这样 在深圳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你那时候 你都能迁就我 现在就不可以了 就因为一个女同事 你就让我滚 那我现在没有迁就你吗 我一直就是 整天在外面忙工作 回到家里 还要给你洗衣服 给你做饭 就有一次这样 我们去山床里去逛逛 看见旁边一个女孩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开玩笑的 说那姑娘挺漂亮 然后她倒好 生气了 直接就甩手就走人 然后把手机号也拉黑 但是她当着我的面 夸别的女生 这事搁谁身上 谁都神气吧 但是你生气 你至于就直接 一晚上不回来 把我手机拉黑 然后微信也拉黑 然后一晚上 我找不到你人吗 那我就想气气你啊 你去哪了 这北京人生地不熟的 我就随便租个宾馆 住了一晚 对 我找到她一晚上 也没有找到她 等于现在 你的生活靠她养 是不是 就她要挣钱 她要做家务 她养你是这意思吧 这是她当时承诺过的 你在深圳的时候工作吗 工作 那你后悔来北京吗 后悔 这个你来北京有多久了 一年 这一年听起来 像关了一个金丝雀在家里 是吧 是不是啊 没有朋友吧 没有同事 对 整天就知道在家里 就是吃啊 玩啊 你还对 这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 你一个人带来的吗 对 我当时真的就特别 我问你个问题啊 同事为什么要给同事带便当 因为就是说 我们那个中午的时候 然后也没有时间去吃饭呢 对 然后带一个便当 如果给我自己带了的话 就是说他总不能 在边上看着我吃 顺便就多带了一个而已 根本就没有什么了 谢谢 他现在提出分手是吧 我要分手 你什么意见 我当然不想分手了 因为我跟他来到北京 然后也跟我父母闹翻了吗 我现在就是处于 进退两难的地步 再说他以前对我也挺好的 在深圳真的是多百依百顺 我脾气差 然后他也包容我 忍让我 我之前我就是处在一个 父母离异的家庭 然后就是挺缺少那种温暖的 刚好他是可以给我那种温暖 然后我就认定他是 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现在你还这么小吗 是啊 但是他现在就想跟我分手 所以我问你 你现在还这么小吗 他是一个值得你托付一辈子的人 只要他不跟那些女生搞暧昧 只要他不跟那些女生搞暧昧 你还可以接受他是吧 你是觉得他委屈没搞暧昧是吧 对啊 他无理取闹对不对 那我都看见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好好帮帮这女孩吧 一起进入邱碧特问卷